飞雄视频,最快最全DOTA视频APP,主机联合DOTA大神发福利了,借其登陆APP动画费流量QB,更有大神主播带你一起联机开黑,快来参加吧 素材和打直播相兼顾比较,比较融洽,所以说这些的话也是做了一些非常非常精彩的男猫的视频 这些男猫视频足够录,我千万不要错过,完全打吃了18岁的我的风采吧 在这里也是给大家说一下片头的飞雄APP,也是去年了接着广告,今年重新也是做了这个广告 反正这个APP真的很好啊,各种抽奖活动啊,还有一些整合的视频啊,就上整个下载去看一看 嗯,好的,男猫,男猫这个英雄的话,对操作要对操作手感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 就以我自己而言,我状态特别好,就是用熟悉的鼠标键满安,还有就是睡睡宝觉了,手感爆炸的时候操作 感觉打出的伤害就是,就是那种状态不好的时候操作起码有1.5倍以上,好吧 男猫这个英雄非常非常吃操作,尤其是多大一点男猫,他那个抬手和司法延迟都比较大,要完美的把他融入到,融入进去 这样的话,打,打咒识并不好打 嗯,怎么说呢,打咒识的话,我用普攻压制是没有用的,因为男猫这个英雄对线太弱了 相,相对于这种英雄 嗯,如果说你在一级过线和他对A的话,他,他就站在这两个A 然后他,然后他小兵红血了,他就用C加普攻耗你血加,顺便受病,这样他会很快的弄出瓶子,然后他就不怕你好血了,然后他不停的用C耗你会很难受 所以说打,所以说咒识打,所以说男猫打咒识的方针就是 能混就混,哎呦,这一波我让他捕到了,粘补两个 我的话基本上没怎么掉刀,就掉了一刀 保证自己发益为主,不是以压寿为主了,这也是英雄特性决定的 如果是隐谋的话,可能就早早的运个大药,然后保持满状态,不想压他,但是男猫不行,男猫这个英雄打就是,就是垂落势的一方 但是怎么说呢,我刀怎么都不会落下来 好 那这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朋友的淘宝店 蓝装店B1SH2008.4.com,非常适合这个炎热下线的企业 我现在录视频的时候,现在就是穿着他们店的衣服发给我,摸了一下,质量非常好 而且款式非常的适合年轻人,而且高端大级上档次,真的是非常,性价比贼高贼高 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目前还没有,还没有收到一笔投诉,质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好吧 而且当你拿了货,你对比一下价格,对比一下价格和那个拿到手上15,我发现,卧槽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东西 这特么不就是送的吗,就用这样的直视感 BYSH2008.4.com,这里他空到一个服务,没空到有点亏,但是不管他怎么顺 就是这个一通,不管他怎么顺 除非他是属于那种,特别极端的耗血型咒识,不然的话,他对我的压阵是不够的 他就是那种用普攻收兵比较多,然后他所有的难都用记点来耗力血,那种咒识是比较可怕的 当然的话,一般的咒识的话是很难压住人的 就算,就算我不能够干扰他普遍,他也不能够干扰到我,可以看到三分枕的时候 武刀已经非常非常多,几乎就没怎么弄 好,这里五级了 这个周时的话,五级应该是2C2G一级被弄 其实有两种极端加点,一种极端加点是五级2C2C3G单杀型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1C3G1被动,就是那种均衡型打法 他的这种2C2G1被动是最常规的打法 发育性,发育和爆发相结合 当然这个版本的做事肯定是主技吃C的,然后最后血被动 他在电的,4分钟出头25刀,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可以接受 他这里的话,目前来说还没有用一个几点来好的血 呃,怎么说呢,他没做好的地方 当然也可能是他难不够,他也是比较偏发育 所有的C都用来补刀了 他有时候他自己就是露个一两刀 是不是啊,用他省下的男来救我 我其实是会非常难受的 诶,这波小强是碰到了,小强可能打不过他 小强怎么办 小强直接被杀掉 我这里的话,一个普攻,一个G,一个A,然后 A,G,A 好,然后再跟着A就行了,可以乱 打出了我的所有输出,还行 我这里看到防御塔的普攻,夺 可以看到,这个G的话是连躲了两下 这个G是连躲两下防御塔的伤害 好,瓶子到了,是摸瓶,回头A一下 这个戳戳有点慢,如果在塔下把他定住,他就死掉了 刚刚最后一个滚的话,应该是滚掉了两个防御塔的伤害 而且正好,我就估摸着,赏金的心里差不多要砍我了 就自出手了,他就是 呃,能杀掉我 好险,差一点点 这波,这个府王走走停停呢,应该被杀了 虽然他有血,但是没有火道,很呆萌 这就是一个大招 直接被杀 我们在你的话,补满状态,踢到中路 哎呦,公使有点慢,这个倒补不到了 周斯过来了,我在吃魂巨,切离他的状态,在空中切离他的状态 然后感觉能杀,直接就过去了 然后不停的接一接,直接杀掉Fs,我一个 哎呀,他没走掉,太快了 嗯,在这里的话,上波 啊,哎,他要或者打我 比我一张,撞撞,然后拿开距离 然后吃魔瓶,拿开距离,吃魔瓶 这个距离拿开,非常恰当 最后一发蓝,吃魔瓶,然后再滚,走到他的C 好的 这一波的话,99%的男猫都会选择直接跑 但是我这一波的话,我就是想杀 我就是有一种一知自信 那么就杀了,秀成功就秀成功了 秀不成功,死了再来 是吧 好,这里要说明一个问题 躲歪色的锤 呃,第一的话,你的鼠标 左键右键同时按下去是不可能顺发的 是有一个0.0.1秒左右的延迟 再加上男猫有个0.4秒的事发前摇 也就是说的话 男猫 在你脑,在你眼睛看到锤子过来 啊,在你脑海中反应过来 到你成为无敌状态 最起码 最低最低,是有个半秒延迟的 半秒延迟是个什么概念呢 半秒延迟就是VS锤出手的话 当你看到锤的话,再用几 你是百分之百躲不掉的 嗯 半秒其实说长也很长 就是 嗯,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 嗯 看这个 这也不在空中放啊 想用这也没躲掉这个 然后普攻 G A 呃,半秒就相当于男胖的F和牛浪锤子 是不是感觉牛浪锤子会长很久 这就是 一个非常大的延迟 就说刚刚那一波 那一波操作躲锤的话 是有一半的 一半的操作 一半的猜他如何 何时锤的心理 感觉他快CD了 我的血量又很残 然后又再踩到范围内 他应该要锤了 然后 预判那么一点点时间 放弃才躲掉 嗯 纯靠反应来躲的话 是躲不掉的 并不像帕克兰F这种的 毫无坚持 只能这样轻松 嗯 嗯 现在8分钟四个人偷在手 比较肥 我倒也挺多的 哎呦 这一波 牛头非常及时的一个风路 就是这一波各种收割 老师没对话 你开机没用的 你开机只能挡个心点 对我的话 哎 我 我看那个抬手了 我看那个就是抬手了 我想 滚躲他一下 谁也没有要选 我看这次抬手了 我想用那个滚躲掉他的记的 如果说躲掉那个记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站住 但是他那个抬手了 丢失了一下 事也没有记出来 所以说的话 我就滚 就走了 刚刚如果说我不滚他脸的话 我 我觉得我被记一下会很伤 野生会回家 还不如拼一拼 万一恰好把记夺了 我和他站住就有可能杀了 但是 分析一下当时为什么滚他脸能的心灵 再加上这盘手感非常好 对这个操作有点迷之自信 好 这波总终推下线 吃了福去满一下精气自求 哎呀我没点中 完了 空晕了一下 就弄了再拿一眼 牛头贴了下 下的很危险下的被包了 走私过去了 走私先一个大招 嗯 我这波看了一下 哎呀 福王被杀 鞋子被抢 你怪被吃 很强势啊 这波赏金 然后下路也是被杀 我们这边一片雪崩 这里小翔被追杀 我切开一下版面 福王0-4-0 船长0-2-0 小翔马上被追杀 我在想的话 我该不该过去救他 感觉这波应该是要去救他一下吧 感觉又救不到了 他回头一个戳 我这牛的话切甲腿 然后滚 躲E 躲 再躲F 然后再滚过去 再一个普攻 再一个滚 哎呀我这个 哎呀你们看到没 这叫制作剑 我本来这波可以杀 杀牛 如果他队友来了 杀不掉就算了 但是EF都多了 嗯 我在机走的时候啊 我就习惯性的操作 在空中放了个残影 我当时应该有个300点不到的男 结果刮到这个悬崖边缘 把我自己给挤了上来 如果我最后一个技 我不放了的话 我肯定是能鬼杀坡的 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世界 反正这波是自己所见了 不放那个R是必走的 就就就算杀不掉也可以走 而且这波杀牛的话 我觉得 操作已经很精细了 并不是虾鼻滚 每个滚都打 制造出了伤害 和拉开的剧名 让他那个晕眩只能没有晕到我 虽然最后一个滚 让他余震余到了我 但是让他F扎反的方向 嗯 第一个小失误吧 滚的时候再多放了一个R手键了 小强去找人 找到了 我想预判 预判滚 直接预判滚 空中疯狂点普攻 打出一个RA的伤害 这一波的话 我没有在空中拿他 然后我是故意的 我是故意的就是 略微停顿的一下 想骗个大招 所以这场是直播 在空中的时候 我就说我要骗大招 不信你们可以去问水友 哦对了直播 我的直播间是斗鱼二零九二二五 可能这是野生 这个Luna比较萌 一般情况下 Luna可能会觉得必死 就不会浪费大了 这就是已经主宰比赛 这波我要把这个灰布灰 发挥到最大 把蓝运光 我本来是花包裹水的 这波队友应该要死 我去人太多了 我也救不到他们 再对我接二连三阵亡啊 有点伤 这波就是残血 我想去追杀他 算了先打野吧 魂剑 魂打野 这波的话要快恢复了 快恢复 滚下去 滚下去 滚下去啊 开始 一直保持了蓝 还在恢复状态 哎 看到了哎 拿住放啊 哎 想滚没躲掉 这个滚太慢了 然后滚到高坡 他撞了危害残影 他很伤 我先刻了魂剑 切了甲腿 然后调整一下TB的位置 再吃一个磨瓶 再切甲腿 然后再一个TB滚 一气合成 一下不多 一下不少 我喝磨瓶的时候 也切甲腿 吃魂剑也切甲腿 放剑的时候是治理者 然后刚好省了这么多蓝 然后最后一个TB滚 直接是预判他位置 刚好坐到他脸上 把他给坐死 这里不禁让我想到一个词 一脸蒙蔽 哈哈哈哈 这波还是有那么一点有那么一点溜的好吧 但是与此同时队友又挂了 那边呢 赏金也大招自杀 这波的话看一下状态 我先切你两腿吃魂戒 切智随着滚过去空中打出被动 然后一个R直接走 他撞到了把他耗掉半血 这样对他来说也很伤 不敢造死 这里的话他一个C 我一个G先躲掉 就是一个G 不然我就可能要死了 那如果说一块有大的话 这波的话其实我并不转 用我自己的状态去换这个LUNA状态 其实并不转 但是我就看他打钱 我就是不爽 就是想去见他一下 好 这里队友的话我们这盘没有carry 我们这盘没有一号位 四个酱油 就我一个男猫中单 这盘的话一定要我打成爆炸飞 才能上高 不然的话对面可能就是优势 然后阵容也比我们好 就很难打 我这里不是很难滚 一个大根直接把他点死了 哎呀这一波的话我蓝不是很够 四百六的蓝滚住打一下 然后再一个滚 哎呦中了就是个大招 然后这里coco只剑两年 这个两年的话是中了很多人 但是然而并没有什么 第二次阵亡15分钟 这里话可以看到coco0-7-0 父王0-4-0 伐木希1-2-1 小翔2-4-2 都很重 就我一个人是阵数 而且这盘阵容很糟糕 是一个我们四个人都没有什么候选能力 就男猫 稍微可以算是一个尾和 打对面一个还算比较标准 控制比较多 的阵容 压力很大 好 这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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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这个物是什么意思 我要去打那个了我要去打那个啥 我要去打那个 嗯 哎呦这里咒斯的话是和小翔一换一 啊不对咒斯是和VS 不是不对不对 小翔是和VS一换一 很亏很亏 这面咒斯已经变态杀戮了 感觉他 不是被我 垂了垂了几波吗 嗯 十七分半 血精石 看能不能打出滚雪球的效果 出到血精石现野双收 然后加杀人都比较安全 血精石肯定是这个阵容的第一宝藏 预判放一个残影 血精石大概 嗯 就是就这个基础中夹腿挂件的南方 血精出到血精石就有将近 二十点的回来了 但是不出血精石的话就只有 嗯我想想 只有四点四点半 五点五点不到的样子 也就是说几乎可以提升四倍回来 就是我之前打透他的话 是有他会有那个显示 我是这个记下来的 嗯 我感觉非常有用 出到 出到 喜悦的话是 八到十二 看你基础状有多少了 我记得是 反正是 十二点之类 基本上出到 出到血精石的话 就永远不用回家了 无限续航打野 就单纯男猫打野的话 那本给我吧 你给我吧 出 这这也是其他任何装备都没有血精石刷的快的名 嗯 我记得是你的事业里挺好 别啊他他他他他 这一波看是个什么情况 对面叙色待发 哎 这个赏金我过来 一个啊 一个一啊 直接拿死 这一波的话 对面想追杀我 哎 一个鬼想躲锤 干扰他他 他随便明明丢出来 回身一个鬼 再一下普攻 一个锤弄了些个大指尖 秒杀伐木鸡 刚刚是什么情况 刚刚是coco被 coco被赏金单杀了 我的个 我的个去 这里 哎 你有个跳意 走位躲一下 还好我上标记是没了 这一波看能不能收割 这里的话 被S4被小人给拖死了 我们再回头看能不能有这回收割 这波赶紧切掉的视频 把蓝补到一个接近满蓝 这波牛的话应该是跳到用过的 普攻 拿住普攻 而普攻 再普攻 等我了 再滚过去 一个普攻而普攻原地GA 再打一下 直接大半戒 大半管血就收掉 这是一个操作好的男猫 GA牛畅的话 非常非常的伤害到 感觉自己起飞了 混到三天血精石 陷阱很多 无限续航打野 感觉没被 法律都不能阻止我了 哎 赏金过来了 我这里 算了 我不是蛮难 哎有机会 哎呦 哎呦 滚过去 拿住 机过去 这里不敢放哪 一个滚直接走 VS刚刚还好没吹我 吹到我 我可能要死 嗯 嗯 这一波的话 并不是很好打 加速服 还不错 可一个加速 下路可以吹 看一下 富王这一波 哎 富王有跳刀 哎 跳芒猴很关键 直接吼出了赏金 打下一个啊 一个普攻打下 直接收掉 但是与此同时 赏金临死之前 是把所有技能交给了 这个 富王 此处应该给富王一点掌声 毕竟是他第一个主攻 这里先A下调戏一下他 然后一个G没有躲掉 很难躲 然后再远点A一下 看一下这波操作 1 2 3 4 光速机 这一波 好吧 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运用起来非常的难 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可以倒过去 反复的看个 啊 7 8 9 上十遍 可以看到我的鼠标左右键切换 基本上是无缝的 嗯 就是 这种毫无缝隙的G的话 其实 看起来 很帅很流畅 做起来真的是 成功率不高的 嗯 你们可以看到我的鼠标左右键切换 就在贴在那个VS身上 基本上就没移动过 又一直贴着他在 然后那个人就不停的GAGAGA 这是需要一个怎么说呢 手感的把握 这一个预判鬼 他居然上去插眼了 这一下普攻滚上去 一个普攻而滚 原地拿住 滚打滚打 好的 原地GA的话 是可以打出最大 最小蓝量和最多最多次数的威动 哎 有很多人说哎 那他为什么我不能原地GA 你能 哎 这里要给大家注目一下 在多差一的难冒中 如果敌人离了你太近 你是无法接近 也就是说你GA的 飞的距离太短 系统会不让你飞 这样啊 我们就用另外一种方法 你点人记 那样的个人 不管和你离得多近 甚至于啊 看项目鞋贴身重合 你都可以记 而且耗蓝是最少最少的 就是我拿冒一个小技巧 贴身GA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点人记 一定要点人记 不然会记不出来的 不然会记不出来的 可以可以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我的队友都不飞啊 就我一个人飞 现在局势虽然难说被我掌控 但是我 我们这边并不稳 因为没有一个传统盒 如果有个传统盒的话 这个局势基本上可以说是很稳 但是这盘我们这边没有一号位 都是酱油 所以这个局势看起来就不是很稳 而且对面现在有唯一的一种杀我的办法 就是牛肉跳大 是我完全反应不过来的 就这种方法能杀我 其实我只要死一次 对我们这边团队节奏也很伤的 所以我只要提上了 看有没有萌萌的小朋友来收线 我们这次的很残 被打了一顿 那个VS 应该死了 滚过去 拿住滚过去 打一下 再击躲锤 很飘逸 哎 这里他打我 我不着急 给他挡 我都不着急 给你挡 我这里 空子来了 开始BKB 原地G 哎 路纳伤害有点高 我先跑了 16点写进室 不想死 但是的话 队友还是过去把他们收掉了 我走了 那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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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路纳了 这怎么找到路纳了 都是一个大 很痛 回家出一件关键性的装备 大根 大根这盘的话是看局势出的 哎 小强被赏进单杀了 大根这盘的话因为对面萃取比较多 而且我这盘急需瞬间爆发 所以说的话出大根秒人比输紫月来的更加方便实在 而且这盘的话基本上对面是没有什么保命型英雄 比如说 类似于帕克的F呀 KOP的B呀 这种的技能 所以说我并不是特别需要输紫月 出大根的话伤害是一样很高的 而且这个大根还要升级 升到5级 就是要把对面的酱油打得完全出不了门的那种感觉 而且大根的它的耗篮和伤害的性价比非常高 180的耗篮满级800面伤害很高的 嗯 这里他又来线了一下 滚过去我BKB直接在A一下 然后开BKB R 然后再普攻再拉住滚过去空中大根一下 直接秒掉 然后再滚过去接这个VS AG 最后一点难 直接把他杀掉 然后在这里一个贴个大根 我这里的话我还有170的蓝 我都不着急用戒指 因为的话追不上我 他和小翔蝉斗在一起 我这里还能不能再混一波 嗯 感觉混不到了 这里牛头 牛头有跳刀了 我想和他拿开距离 我有标记的 你比如说看你我太远 他就想杀这个 杀伐木鸡 我这里的话我还有一千多的蓝 看这一波 对我可能要赶到了 猴柱 我一个圆进去的滚 然后一个鸡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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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 一个 ARG 打出了爆炸AOE 伤害 完成双杀 很稳健 刚刚我是圆军 圆军里滚进去 然后打出被动减速 然后马上原地 马上击远处 击的瞬间原地放了 打出一整套的魔法伤害 好 这波萌萌小vs 又试图收线 怎么办 只能让他明白一下大根的厉害了 二十点小金石 现在几乎是秒活 现在局势的话是有一点稳了 诶 这是赏金 赏金配合宙斯 又是杀了我们的那边人 这里两个人三个人 我这里滚过去 先秒流 大根给上 BQB顶出 打出伤害 然后再拿住 然后再 原地接 800多点难 他肯定是跑不掉了 很流畅 完全没有脱离带水的操作 嗯 而且没有那种停顿的操作感 完全是 很流畅 哎呦 这波打了还是有点痛 好 河河水船 罗娜顶起了BQB 不过罗娜顶这个BQB感觉也杀不了人 我这里的话 我的蓝一块回了差不多了 我现在应该每秒三 三四十点回蓝 四十点回蓝 左右了 我看一下我的下面的那个 回蓝 三十多 我可以注意看一下我下面的回蓝 就直接超远距离满血直接大根直接秒掉 因为他BQB山沫开过了 可以看到大根难忘的厉害 就是瞬间秒杀 杀完就跑 完全不脱离带水 你拿都不用再也拿直接用 嗯 可以看到我又是贴身7A 哎 这个粉的话是没有粉的 这个粉的话是没有粉的 标出来他往右上走了 怎么还往左边走啊 我刚刚往上切一下一个粉他死了 哎 你怎么每次想在其他一场 嗯 一号为小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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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的 先都拉死了 我连着查 对不对 这部的话BQB又好了 直接远处大根BQB顶上A 然后拿住一套 然后在这里的话 再一套直接滚死 还有个牛也是被杀 还有一个VS也是去熬熬带宰的小羔羊 这一波的话 直接 杀光 但是前线的话 露娜是被露娜是杀掉了Coco 不过也是无关痛痒 我这里五级大根在手 他这里的话 吃到一个残瘾的视野和伤害 然后这里船长一星辆连空了 然后这里 小强技能没空 我这里直接先点大根 然后拿住一个普攻 直接受教 哎 还有一个滚过去 啊 原地 好 在这里原地等他 放一个R 一下普攻 直接受教 又终结他的主战比赛 这波很爽 很爽很开脾 28点 现在这波有没有人敢出来 我的男人回来差不多了 有个VS VS VS也是察觉到自己足够脆弱 不敢收线 但是我这里男回了差不多 已经快能够够到他了 他已经很危险了 直接滚过去打出伤害 然后滚 再滚 大根点死 然后在这里滚TP 哎 哎 哎 这个 萌萌萌萌的船长走到 走到牛人的脸上插了牛一下 这波的话好像没有什么来的必要呀 那怎么招式啊 我去杀人他去干嘛了 上去插牛去了 我有脸上杀的 哈哈哈哈 这插牛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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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波的话有点 没有必要 我是可以一个人杀的 只要打出滚的伤害 我伤害就是够的 就不用那么被很多的男 有机会逃生 你说打钱啊 真的 你别被刷了 我伤害没什么算高能遇到 我被牛挑大秒 我就很难打了 哎 可以 哎 这波的话 小强又是和 赏金 蚕豆了一波 他这个血量 我感觉我能直接滚死 一个超大预判 直接把它滚死 空中 打出一下普攻 几乎要把蓝给滚光了 蓝都滚箭底了 遇过半个地图把他给击杀了 这波我想提供救队友 但是队友不是很坚挺 这波露娜好像没逾个遍 直接水起来杀掉 这波我还想接杀滚 然后原地滚 这个VS已经被秀蠢了 有点不敢放锤子了 这里无限滚 然后就会一个LA再滚走 很飘也很自信 就算我没什么男朋友的状态 就是有一种迷之自信 来帮助我来杀他人 这个牛也 牛EF也杀不成我 这个VS也不敢随便丢锤了 下面 属一件滚雪球的装备 您看法球 这个法球的话也是 能够让我 就是 秀操作的时候 更加安全一点 而且提供的属性和回篮 非常适合栏目 哎 怎么搞的 这些大根点死 哎呦 哎呦 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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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滚走 他又跳到了 不能回头了 不过他要强行挑剂的好 BKB是好 这波我想回家 因为我刚好有够林肯的钱 27分钟 林肯写真实的BKB 加五级大根 很强势的这一波 把那个卖了 莫菲卖了带两张TP 中的 然后 这波 你还不太强行 先把他们带走 然后 回去 躲一下 伤害 看 等下这波的话 回点难然后等待二次切入 还是状态切了一下就是血量也不是很多这个鼻子我直接滚过去空中拉住小天也是同时跳说 然后这里直接大根先给上直接先把人杀掉然后后续再追杀这群小猪仔 好我盯上这个牛 我去空中放哪儿然后再滚躲一再滚然后再滚一下走他生前哎被大的余震给 搞住了 然后再一个啊直接杀掉这个牛 这里后续的话再一个普攻大根点死肉丝然后再一个拿而住小强一口臭蓝直接四杀 38点血精石啊 我打了这么多还难吗我还从来从来没有跌过这么高的血精石 38点血精石 这番还是比较爽了前期队友 我们就算我前面超神了我们还落后十几个人头 嗯 虽然从我的视角上来看我们这边并不烈但是不管是从阵容还是从前期数据还是从发跃程度来看我们都是剧烈 仅仅是 我不烈 再加上队友 也是 辅助装出的不错让我打出了滚雪球的效果 所以说一不做二不修啊顺势就滚了一波雪球 这一波强势切入有bkb什么都不怕 bkb 啊啊然后在这里再拿住 然后g a啊啊 然后在普攻ab牛断那时候然后再滚过去 啊一个大根点死然后在普攻往后退步堵掉牛的技能 这里空中放一个r然后过去一个ra然后gra然后空中一个残影直接把它撞死 这种gra的话是中后期比较 比较需要练习的操作 会让你有更好的高攻试验来进行更多下的普攻和更高的伤害 好这里对面是 纷纷 啊有点想离开的游戏 这一番的话这个蓝猫是 有那么一点变态了 画面太美不敢看可以看到我们现在 只领先十个人头 我个人就贡献了三四九三九主攻 等于说我其他队友付了 付了将近三十个人头 这就直接一套只要把他瞬间秒掉一秒秒掉 42个血精石 好的 是 本期精彩的忙给大家在这里 那我们也是感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好 请不吝点赞好 支持 欢迎订阅까요 请不吝点赞好 点赞好 请不吝点赞好 微量的